林书豪今天上场比赛 心情没有受到交易传闻的影响 贡献了11分 也帮助火箭最后赢球 火箭在家里主场要升空打赛尔提克 真的很不给客人面子 才开赛5分钟 火箭就已经18比1摇摇的领先 替补的林书豪 依上场表现很不一样 才192公分后卫身材的林书豪 这球毫不犹豫直接飞了起来 赏给对方213公分长人一个大火锅 火箭也立刻来个快攻再偏分数 才上半场比数就已经拉开到 差距快要一倍 好小子上场控球人人有球完 这场比赛火箭轻松打 林书豪上场23分钟 砍下11分 传出了5次的助攻 还有一次的抄截 攻守表现维持水准 而林书豪已经连续5场得分 双位数 火箭轻松打 半场时间 还有火箭熊大袖抛投绝技 火箭这场比赛表现最好的是前锋 Jones 砍下生涯新高的24分 中场109比85海开塞尔提克 火箭拿下了三连胜 下一场要飞到达拉斯对决小牛 TW新闻 众报道 火箭轿松打 火箭软松打